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球 今天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WCBA赛场 江苏女队队员孙丽被大学生体育联合队的队员垫脚受伤这件事情 因为这件事情赛之后的发酵程度依然是非常高的 那么咱们前面的视频说过 他的队友胡欣作为当事人也是距离事件发生最近的地点之一的这样一名球员 也是在自己的个人社交媒体上炮轰打提联合队的队员 包括赛事的组织者 那通过他所揭露的一些事实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WCBA比赛 包括目前姚明省私事的一些改革 的确是存在了非常非常多的漏洞和问题 而这些问题的话 我觉得真的是姚明的改革有一些过于急于求成 而忽视了很多配套的一些措施 那么在这个月的月底 中国篮球将会进行主席的换届大学 说实话 我认为姚明真的应该下课了 因为他所做出的一系列的改革 并没有给中国篮球带来的一些希望 却将中国篮球的丑态一件件的展现在社会各界面前 甚至丢人丢到了国外 那通过这个WCBA 垫脚事件 包括一些后续事件的发酵 我们能够看出 有三个问题是非常值得探讨的 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孙力 我们如果说你有当时的比赛视频画面 你可以去搜一下去看一下 当时他倒地之后 叫声非常的惨烈 因为受伤的程度非常的严重 但是更让人感到不解的是 在他躺在地上20分钟 竟然没有任何的单假医务人员进场 帮助其进行一个简单的治疗 20分钟之后 他才被台下场接受正规的治疗 你要明白 运动员的受伤 每一分钟都是极其保费的 20分钟 作为赛事组织者 竟然没有能够将一个单假给拿过来 赶紧将它送往医院去医治 对吧 如果说因为这20分钟 落下了任何的身体上的问题 这个责任究竟该由谁来承担 第二一个 就是咱们前面所说的 现在无论是CBA的赛场 还是WCBA的赛场 垫脚似乎成为了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 在CBA当中 以北京手钢为例 就是一个打球非常脏的球队 更为关键的是 这样的一些行为动作 难道我们的教练都不教吗 就以这个WCBA的球员垫脚为例 他就是明显的把脚伸在那里 不知道去收 对吧 你怎么去教球员的 那么姚明在执掌下的中国篮球之后 为什么这样的事件 屡屡是频繁的发生呢 难道说你不去关注一下球员的思想道德品德建设吗 那第三一个事情就是咱们在之前的视频当中给大家说了 这个弧心炮轰啊 作为大学生球员 在看到对手受伤倒地 并且发出如此重大的惨叫之后 他们竟然在后面笑 这可是大学生球员啊 而且这其中很多还是研究生的球员 咱们在这件事情当中给大家说过 这支大体联合队里边 有很多是清华北京师范大学和上海交大 这样21985双一流的高校名校的再读的学生 难道你就是这样的素质吗 事实上不仅是这些大学生的素质让人堪忧啊 我们也知道在CBA的赛场之上 发生了很多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你比如说这个在国庆节前夕 作为新疆人的胡明轩 竟然签约了一家反新疆棉的企业 当然在中国任何的商业公司 他可以去展开商业活动 你去跟他签约 这都是合法合理的行为 但是我们说胡明轩作为CBA 力捧的新兴 作为一个新疆人 对吧 你在国庆节的前一天 去签约一家反新疆棉的企业 这其中的政治意义和象征意义 那究竟有多大 难道他不清楚吗 姚明我们知道 他一直想希望能够做一个 教体结合的一个工作 对吧 包括很多这个CBA的球员 能够去更多的通过选球 进入到CBA的职业赛场之上 这个的确是一个好的事情 但是我们说 运动 任何的体育运动 说实话都是为了强身健体 为了能够打造一个更强的体魄 去建设一个更好的祖国 那如果说这些强身健体的运动员 他们都对祖国没有了一个敬畏之心 或者说是没有了一些思想 道德品德上的这种 起码的是非观和认知观的话 你把这些人培养出来 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的音乐